天蝎座下周运势1月8日到14日 事业方面 下周的水星四分海王星天下 可能会为天蝎座带来一些决策力的提高 你可能会更加敏锐地察觉到 工作中的细节和潜在机会 有利于解决问题和推动事物发展 周三的太阳三分天王星和火星六分土星 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麻烦 你需要勇敢地面对工作中的压力 准备好适应新的环境 摩羯座星月的天下会为你带来新的机遇 但也需要有提升自己 为机遇准备好奋斗 财运方面 下周的天下预示着 你会有些财务方面的压力 尤其是周五你可能遇到一些重大支出 但要慎重避开这一期时 爱情方面 水星进入摩羯座的天下 会让你更加在意伴侣对你的信任度 你在感情中更加理性 因而缺乏利息浪漫 周三的你 可能与伴侣发生一些冲突 这对你们的关系是一种挑战 需要更多的沟通和包容来化解问题 对于单身的天蝎座来说 摩羯座星月的天下 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恋情机会 但却质量不高 健康浴室 下周的天下 可能会对你的身体和心理状态产生一定影响 如果出行的话 你会运车严重 下周五也会给你的睡眠带来一些不利影响 总体而言 下周对天蝎座来说 挑战多余机遇 一定要三思后行 我是静电鱼 关注我 每天都有好运气